我最新的消息来关心是前第一夫人吴淑珍 他今天将第二度前往台北看守所来探视陈水扁 他在刚刚已经离开了宝来 我们立刻请严贯德掌握目前最新的情况 好了 持续来关心宝来 欢迎最新的一个现场消息 那么就在刚刚大概一分钟前呢 那么前第一夫人吴淑珍呢 已经搭乘了这个陈水扁友人 吴文青所搭乘的这一部乡行车 一起前往北索来探视陈水扁 那么这也是这个吴淑珍第二度前往北索来探视陈水扁 那么事实上呢 在之前就由于是陈水扁自称绝食的那一次 那么吴淑珍来探视之后呢 那么这一次呢再度要这个前往北索探视陈水扁 这个根据有人表示呢 是可能因为陈水扁这个被宣判延压了这个两个月 因此呢心情可能遭受到影响 那么在今天呢吴淑珍也打算在这个利用探视陈水扁当中 也可能给他这个加油打气 那么刚刚我们也透过镜头可以看到呢 这个前面是吴文青也就是陈水扁的友人 那么另外吴淑珍旁边似乎是没有带护士前往 今天可能是单单的跟这个吴文青前往北索来看陈水扁 那么以上就是目前保来话最新的现场消息 我们将现场还给彭内出播 好 这时吴淑珍已经出发了 在稍后就会抵达台北看守所二度探视陈水扁 而特征组查扣扁家的八十几件的裸钻跟珠宝呢 在上个礼拜六的时候再次就训吴淑珍 希望厘清来源 结果他说这些裸钻呢 那么是陈之中结婚 陈信于生孩子企业家所送的贺礼 只是检方认为这样的说法明显是避重就轻 因为重点是价值两亿的裸钻哪里来 真的是企业家送的吗 另外一方面为何如此这个昂贵的珠宝会寄给黄芳燕半年都不拿回来 显然是不合情理 也认为这里面的内情相当不单纯 然后再次准备